这个展页后面还是有一些 你怎么样的使用它 有一些使用它的 然后用sml的格式长相是怎么样 怎么样使用它是在22页 在用它的时候的样子 22页 request还有产生刚刚那个物件 所以合起来如果22页加上18、19页 那就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程式 那这个部分 还有最后一个部分我想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就是 跟地图合起来用 就kml的这个部分 在24页 有kml跟这个GeoData 那YahooPipe基本上它support rss 这个rss我们都知道是sml的一种 那support这个rss就feed 那support接上 接上我们刚刚看到了 我们加上screen就处理接上 直接来处理 那它还处理kml kml是什么东西呢 kml基本上它也是个sml 然后呢 它可以用来描述 geographic data 它可以用来描述什么 描述这个地理资讯 注意到它只是在描述地理资讯 它并不是地图 地理资讯跟地图是不一样的 我用google map google map上面是 就是地图 纯的google map 就是地图而已 那地图上面有什么 地图 那google它给我们很多 google map 我们大概下次会 下下次会谈google map google map给我们很多东西 google map给我们地图 然后它给我们很多功能 让我们可以在地图上面加东西 加什么 加这些地理资讯 我们在一个地图上面 我们可以加上一个 这个什么餐厅资讯 这个犯罪资讯 或房屋买卖的资讯 我们可以加上去 那那个资讯呢 就必须要有经纬度 这些东西 这geo跟地理相关的地图 我们要照相 我们照一张相 那这个照相以后 现在很多相机里面 它就可以把你的这个 经纬度也记下来 那个就geo data 然后再把它放到地图上去 放到那个 跟每个地图再结合 所以这个 那 那这个geo data geographic data呢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 KML Kehoe是一个公司的 它是被Google收购的 它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公司 那Google还算是这个 怎么样 没有办法改名了 这个 那叫Kehoe 还叫KML 那 那这个 所以 所以 那这个 这一个资料呢 就可以跟 所以这KML 长到什么样呢 就像24-25页那个样子 然后呢 它就 它 那 那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在这边讲呢 因为 Yahoo pipe里面 它可以有很多的 呃 时候啊 它是可以输出 这个KML data的 比如说 它这边 举个例子说 呃 某一个地方 地震超过几级 在某一段时间 有一些 有些地震 气象局里面 呃 你把地震资讯 它一直提供这些fee 然后你可以 那你就可以把它给 抓过来 抓过来以后呢 然后 然后 然后这个 这一个 呃 网路上面 这个抓过来以后 你就可以把它跟这个 呃 Google map 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怎么样做 在 其实在26月 有讲得很清楚了 你在Google map 里面 你要 你要这个 呃 那Google map 基本上它support KML的格式 你在Google map Google map 里面把那个KML fee的 把它给放进去 那 那 Gahoo pipe的fee 把它放进去 你做好的fee 放进去 基本上你的这个 呃 你 你要抓 你抓 就你的pipeline Yahoo pipe 造成的这个 呃 你要fee 以后的information 就可以在Google map 上面做呈现 所以这个都很几个简单的动作 都可以直接做 做出来的 所以 我们用码 Yahoo pipe 可以让我们做 很多资料的这个 呃 组合 跟资料的过滤 跟资料的处理 所以 呃 这个就是我们 第一个作业 要 要跟大家 这个 呃 谈到的东西 了 那 OK 我想这个部分 我想我就介绍到这边 大家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 对 第一个作业 跟这个第一份 这个讲义 这些要谈到的 这些东西 那 那这边 有一些这个 我想我就 不介绍